这个是涂鸦的标准的ZGB网关 这是一个事件的涂鸦情景开关 然后首先第一步我们先配上网关 长按网关配网键5秒 然后蓝灯进入闪烁状态 通过添加 无线这个币网关 这输入密码 已经找到网关并配网成功 网关已经配上 现在我们来添加智能的情景开关 我们长按情景开关10秒 情景开关的所有指示灯吹闪烁状态 点击网关 添加纸设备 已经找到我们点击完成 点击完成 这个事件情景开关就配网成功了 在APP里设置触发某个按键控制的设备状态 每个按键可以设置三种触发方式 单击 双击 长按 例如设置触发条件是单击 设定的模式是回家模式 实施的动作包括打开客厅灯 打开空调 打开窗帘等等 使用时只需要单击双击或者长按某个按键 就可以出发某种已设置好的情景模式 会客模式 观影模式 浪漫模式 离家模式等等随先设置 随先使用 情景开关 你值得拥有